电影这玩意是个大坑啊 有的人赚的没看眼笑 有的陪他连裤衩都找不到 现在我们来聊聊12部回报率最高的影片 第12名 新迷宫 这部故事很一般的电影 由于结构玩的好 赚的是盆满钵满 总投资170万人民币 全球票房1065.6万 票房回报率高达6.26倍 第11名 活埋 由此事的扮演者瑞安·雷诺兹 饰演的美国承包商 醒来之后发现自己被埋在了棺材里 主场景就是一个人和一口棺材 总投资300万美元 全球票房2000万 回报率6.6倍 第10名 疯狂的石头 这部由刘德华投资 宁浩指导的小成本影片 总投资350万人民币 全球票房2700万 回报率7.7倍 宁浩因此片一炮而红 登上了国内一线导演的位置 第9名 追随 这部由大导演克里斯托弗 诺兰自编自导的影片 制作成本只有6000美元 却收获了5万美元的票房 回报率8.3倍 第8名 宿罪一 这部影片名气太大 细节我就不啰嗦 相信很多朋友都看过 总投资3500万美元 全球票房4个亿 票房回报率11.4倍 第7名 疯狂电源 这部美国小众的独立电影 全程化老 演员的台词功力太强大了 总投资23万美元 全球票房320万 回报率13.9倍 第6名 电剧惊魂一 温子仁凭借此片一炮而红 总投资120万美元 全球票房1.03亿 回报率85.5倍 第5名 杀手卑格 这是大导演 罗伯特·罗德·里格兹的成名作 当年是他自掏腰包拍摄的低成本黑色影片 制作成本只有7000美元 全球票房却高达200万 回报率287.7倍 第4名 疯狂的麦克斯 这部拍摄于1979年的影片 总投资只有20万美元 全球票房1个亿 回报率500倍 真的是一萌万利 第三名 女巫布莱尔 这部使用16毫米摄影机拍摄的 伪纪录片拍摄的时间 接近只有8天 制作成本3.5万美元 全球票房2.48亿 回报率70009的4倍 这简直跟减钱没啥区别 第二名 这个男人来自地球 影片的拍摄 基本上就是在一个房间里完成 几个演员就跟那不停的说 海亮的台词和知识点 让人看得目瞪口呆 制作成本只有2万美元 全球票房却高达3.5个亿 票房回报率17500倍 真的是让人目瞪口呆 第一名 灵动鬼影失误 这部影片在拍摄的时候 甚至连成型的剧本都没有 台词全靠现场激进发挥 制作成本1.1万美元 全球票房1.97亿 回报率17909倍 这上哪说理去 啥也不说了大语 请接受我最诚挚的摩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